Hello,大家好,我是熊二,又来分享生活了 今天悬崖村游客来的特别的多 我带你们到一小街去看一下 如果游客多的话,明天熊二就开始上山去做生命了 接待游客去了 一直在山脚巷,什么也盖不成 也没有土地 所以没事干 如果游客多的话,每天就到山上去接待游客 增加一点收入 没有段时间没有上山 今天我们走一景去看看游客多不多 如果游客多的话,明天就上山去做小卖部那些 今天我带你们到一街去看一下游客 我们家房子前段时间是租给一个大哥了 然后现在他不租了 然后我随时都可以上去搞那个小卖部啊 接待游客那些等等 哇塞 哇塞 很多村民在这个路上卖我们这个当地的特产 几层 我们到那个 上面那一检去看 上面估计还有好多游客 每天熊二就绝地上山 今天的话我们就只走一截 因为下午还要 事情要做 我的天呐 好多游客在半路上 问我我是不是也是来旅游的 问我有没有上去过 尴尬死了 我要我是当地的村民 他们不相信 这几天来今天游客最多的 一天了 我这个第一个休息堂街了 我就在这了不走了 上面我看一下 也就只有 三四个游客在那上面爬 所以我看我是明天上 还是 后天 反正我是要上这一趟 又好久没回学压村了 要回去打扫一下那个卫生 要回去打扫一下那个卫生 我现在又下来了 我就到了那个第一个休息站 皮特那里 然后看了一下 游客都下去完了 拜托而废 下不去 只有附近的几个 村小伙和小姐姐 现在爬 他们估计也到不了底 所以我就下来了 带你们下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当地的几层 好多人在卖这个几层 我现在 害出了特别的多 穿的特别厚嘛 我们这边 最近都冷了 等一下去泡个温泉 好久没有去泡温泉了 学芽村 海拔在一千四百米 这一千六百米 从学芽村沙九下到山底上 垂直高度八百米 总共天梯是两千五百五十六步该梯 走完两千多步该梯 就到学芽村的底上了 嗯 嗯 嗯 自从 这个意气一想后 学芽村就没少游客了 大部分都是附近的 啊游客 几个游客在跑天梯 给你们看一下学芽村 天梯的 这个 介绍啊 阿图尼尔村被外界称雪芽村 雪芽村与 地面垂直距离约八百米 沙路陡峭 哪些 一道陡峭的 呃 提制 天梯 假其与外界相连 二年一六年的八月份学芽村 就开始 呃 使用了这个干网 天梯代替 此前老旧的藤梯 十一月初 西天梯介好 看天梯 总计 两千五百五十六节 20十七年 所以 就算了 天梯 吃 冰 请 请